大家好,今天为大家介绍影片普罗米修斯 一行前传电影普罗米修斯由导演雷德利·斯科特所指导 隐形老米·拉佩斯·麦克尔·法斯宾德·盖·皮尔斯·查理兹·塞隆等主演 影片于2012年6月8日上映 故事被设置在宇宙中最危险的角落 影片讲述一对科学家开展了一场惊悚的探险之旅 这一切将考验他们生理和精神上的极限 并让他们滞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那里他们会发现困扰人类已久的终极问题的答案 以及生命的终极之谜 地球2089年 某次在英国苏格兰·斯凯岛的考古发掘中 发现了一件外星文明的遗迹 原来地球上的人类其实是被一种更高级的外星种族制造出来的 而这个外星种族就是当年在第一部异形电影里出现的 异形飞船上的宇航员那个种族 他们还改造了地球环境以使之适合人类生存 当人类在这些超古代文明中发现了他们星球的坐标后 为了与自己的创造者进行第一次接触 人类造出了普罗米修斯号飞船 飞向这个星球 我们称之为天堂的星球 好了 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请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